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节目开始前做个简单内容提要 1.回应一位律师朋友对我的质疑 2.特朗普亲信班农若狱 特朗普威胁拜登将为此付出代价 3.特朗普斯基与吕特通电话 4.美国宣布23亿对乌军员 5.欧尔班仿基辅劝和不成,反投诚 6.悟空军摧毁一处,俄军大型弹药库 7.乌军单日间谍1180人 跟大家分享一个留言和我非常奇异的内心感受 我昨天视频澄清了拜登已经宣布退选的谎言 视频发出后不久收到一位大能的留言 这是一位加我多年微信好友 从未见过面的长沙律师朋友 因为他是一位铁杆的川粉 坚信2020年美国大选存在大规模的舞弊 尼尔背出了我的交流群 但彼此并没有删除微信好友 他的留言是 拜登有没有宣布退选 凭什么认为你的信息是真实的 别人说的都是谎言 他同时给我发了五个链接 证明拜登确实在7月1日公开宣布退选 其中三个简体中文 两个英文都是非知名媒体 拜登是否在7月1日或稍早前宣布退选 这是很容易查证的事实 一个律师朋友这样留言质疑我 大家说我该如何回复呢 我的做法是一句话不说 默默的将他移除并拉黑 律师是我非常尊敬的群体 他们普遍受过良好教育 并对证据真实性具有超乎常人的判断力 我有时会怀疑到底是自己脑子出了问题 还是一直生活在一个精神病医院里 在大家极为关心的美国大选方面 比较靠谱的路透社 伊普索7月2日发布美国总统大选首场电视辩论会后 两天所做的民调 发现拜登和特朗普都获得40%登记选民的支持 这表明拜登上周与特朗普进行首场总统选举电视辩论后 并没有失去优势 符合我前面第一时间所做的分析 特朗普的核心团队成员 史蒂夫·班农 7月1日抵达康涅狄格州 安博里一所安全级别较低的联邦监狱服刑 2022年10月21日 班农因藐视国会被判处四个月监禁 以及6500美元罚款 此后他一直上诉几天前 美最高法院拒绝了班农推迟入狱的请求 特朗普前核心团队多名成员 目前官司缠身 一些已经认罪服刑了 班农只是其中一员 班农到监狱报道时称自己是政治犯 但严明 我不仅不后悔 我还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特朗普对班农入狱一事 表示拜登总统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特朗普称 拜登政府此举旨在让班农晋升 但他们是永远不能做到的 班农是特朗普2016年总统竞选的关键顾问 而后在2017年担任了白宫的首席战略师 妥妥的正部级官员 而且属于核心团队成员 之后两人因为一些事情闹翻了 后来又重归于好 这位美国右翼媒体中的风云人物 给予了特朗普相当多的政治帮助 并与特朗普关系紧密 美国总统无权干预司法个案 更没有可能罗知罪名 对特朗普极其亲信搞什么司法迫害和政治迫案 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目前六名是保守派 其中三人由特朗普提名 而自由派大法官仅有三人 但是特朗普为自己和手下亲信的罪行开脱 一直坚诚受到司法迫害和政治迫害 无情地践踏美国司法制度的罪言 斯林斯基7月2日和后任北约秘书长 荷兰首相马克里特通电话 双方讨论了乌克兰与北约的未来合作 斯林斯基称 我和我的朋友马克里特通了电话 我衷心地感谢他个人 他的政府和荷兰人民 为乌克兰所做的一切 他们为乌克兰提供了及时和大规模的国防 人道主义和政治支持 他对马克里特将担任北约秘书长表示祝贺 双方表示将加强联系 进一步的密切乌克兰与北约之间的合作 6月26日 北约宣布马克里特将成为北大西洋联盟的新任秘书长 将于2024年10月1日 接替任期一再延长的斯特尔腾贝格 不管美国选举结果怎样 北约将在俄乌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北约将取代美国牵头组织对乌军援 当地时间7月2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与乌克兰国防部长乌美罗夫会面时表示 美国将很快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3亿美元的额外安全援助 其中包括反坦克武器 以及爱国者和其他防空系统弹药 乌美罗夫对此表示感谢 奥斯丁还承诺美国及盟国意在为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架起一座桥梁 预料7月9日至11日 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峰会将重点讨论加强队伍军援 并确定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路线图 自俄乌战争以来 美国已经累计宣布了510亿美元的队伍军援 约占西方阵营全部队伍军援的一半 除了军事援助 包括联合国下属机构在内的整个西方阵营 还宣布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队伍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7月1日 匈牙利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后 7月2日对基辅进行突击访问 将自己定位为和平地道者 说服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停火和谈 俄罗斯最近由普京亲自出面 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 旨在推动乌克兰按照俄罗斯的条件 与俄罗斯进行谈判 既让乌克兰放弃克里米亚和乌东四周领统 与俄罗斯进行停火和谈 奥尔班则扮演着俄罗斯屈指可处的帮凶角色 在西方阵营内部上蹿下跳 奥尔班做二 到访西府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时 建议泽连斯基考虑先停火再和谈 以加速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 泽连斯基明确表示 瑞士和平峰会已经确定了通往和平的道路 停火和谈的前提 使俄军完全地撤出乌韩领土 所以附和俄罗斯所谓基于现实的停火和谈 说白了其实就是割地求和 在俄军与乌军战损比高达5比1 且已经链烟一息的情况下 这根本就是克里米宫主人的痴心妄想 当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副主任戈尔佐夫科瓦 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 乌克兰对于任何基于现实的停火和谈建议不感兴趣 泽连斯基愿意接待欧尔班 当然不是为了听他在停火和谈问题上的瞎比一饼 而是欧尔班主动向乌克兰伸出了橄榄针 欧尔班行前表示 他致力于恢复与乌克兰的良好关系 匈牙利愿意积极地参与乌克兰重建 并且推动欧盟对俄罗斯提供挽助 并且推动欧盟对乌克兰提供援助 他说我们正努力消除所有先前的争端 并着眼于未来 我们希望建立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显然泽连斯基尊重欧尔班 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领导人的身份 但毫不客气地给欧尔班的劝和当头棒喝 下面乌克兰官方发布的这张照片显示 泽连斯基会晤欧尔班时 两人见拔弩张的情形 有意思的是欧尔班劝和不成 反而向乌克兰投诚了 在与泽连斯基会晤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 欧尔班说 关于俄乌停火和谈 他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 并接受了泽连斯基的观点 即乌克兰必须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实现公正的和平 这显示了欧尔班政治变色龙的本性 俄罗斯方面派出欧尔班 赴基辅促和 西方阵营则派出印度总理莫迪 赴印度科施亚 克里米林公团人佩斯科夫 7月2日正式 印度总理莫迪在缺席上台峰会上 将于8日开始访问莫斯科两天 预计也将与普京讨论全球安全议题 以及其他战略事务 悟空军司令奥列修克中将 7月2日透露 7月1日 悟空军对克里米亚的一个俄军弹药库 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他表示 当敌人宣称 再次将悟空军全部摧毁的时候 我们的勇士继续成功地执行战斗任务 对战争者的阵地发动导弹和炸弹袭击 并消灭了敌人后方纵身重要的军事设施 谢谢你们的出色工作 一起走向胜利 俄乌战争爆发第861天 乌克兰总参部公开过去24小时 俄军战损不下 歼灭俄军1180 累计俄军54.6300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几比一 摧毁16辆坦克 摧毁16辆坦克 17辆装打车 57门火炮 一个火箭发射装置 两个防空设施 63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12个特种设备 摧毁了27架大型的自杀部人机 一枚导弹 本人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粗略估算 乌军官兵损失约14.6万人 其中死亡与中山人数同样为 其中死亡与中山人数为1比1.5 另有约2.1万名乌韩平民遇难 让我们持续的横切祷告 愿上帝赐下和平 止息战争 让恶人得报应 向灵者受庇护 善于来封满楼 我们静静的等候这场历史大戏高潮的一幕 荣耀属于乌克兰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为正义发声实属不异 喜欢大声视频的朋友 请随意的给个赞赏 你们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 这些摇子的 我自己的鼓励是带的 太阳